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征兆 那么去年2018年年初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一再地说 这不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那什么是信仰的问题呢 就是你相信民主吗 你相信自财 自贵财产权应该受到保障吗 你相信法院应该是中立的 还是法院信党 只听党的指挥 那么可以 法院可以信党 听党的指挥 那么你放在国际上的时候 你就要面对大家的质疑 就是说你会不会尊重智慧财产权权 你会不会保护智慧财产权 你如果不能够保护智慧财产权权 没有关系 国际也有国际的做法 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301 特别301的单边的这种惩罚 当然在WTO之后单边的惩罚 一直被这个说服 就是说不要再去进行单边的惩罚 而是透过一个国际的机制 比如说WTO的一个协调的机制来解决 可是WTO的协调机制 我们看它运行了至少20年了 就是说从中国加入WTO到现在 事实上也已经将近20年头 那么WTO的协调机制已经是被认为是彻底的破产 那所以呢 最后还是得回到每一个国家自己本身的实力 那么所以我们回来讲 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这个信仰的问题 我们看不到中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价值观的战争 从法院一定要信党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不到它可能可以得到解决 制裁的尊重 甚至我们今天说市场的开放 你当时对市场开放的承诺 到现在国际的信用卡机构 Visa、Master能不能进去中国 Google、Facebook、Twitter能不能进去中国 那包括现在其实台湾在吵这个腾讯的 要来台落地的问题 其实透过IoT万物相连 台湾的很多年轻的一代 甚至台湾的总统自己都宣称说 他有去追一些宫斗剧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列入国安的问题 必须要去讨论到 所以透过IoT 你可以进入自由世界去 去做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洗脑式的 这个进行一种 大概是我认为这个叫数位战争了 进行一种数位战争其实已经宣战了 可是相对你却把你自己的市场封闭 那其他的自由世界的生意没有办法进去 好 阻起了一个这个网路的这个铁幕 这是公平的贸易战争 也是不公平的讯息战争 那这样的问题要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 唯一的办法就是法律院不要信党嘛 那法院不信党在中国如果发生 彻底的这个雪崩的恐怕就是中共这个政权 因为法院不信党的前提是 你真的落实宪政 你真的落实民主 你真的落实人民自主 那么甚至到最后应该要有民选的总统 所以这条路是很难走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察的时候 我们一直断定地说 这样的一个这个贸易战争是很难得到妥协 那么果不其然其实最近川普就特别说了 就是说好你取消了我三月的这个 川普跟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的会面 习近平还有时间跑到欧洲去逛大街 当然找了这个找了意大利 说要加入一带路要去签盟约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给欧洲也带来 欧盟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威胁 欧盟一直强调就是说希望中共尊重 欧盟是一个团结的它是一致的 不要个别去击破任何一个欧盟的 共同体的这个成员 好所以呢川普最近是说 要么这个跟中国的协议呢 这个贸易战这个协议呢 要么要很伟大 很伟大就是说我必须要在 在我们刚讲的信仰和问题上面 得到很大的突破在吗不然就是用关税 因为这个是棒子跟胡萝卜 所以如果说你不能够让我觉得这个协议是很伟大的 是突破历史上的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再不然的话美国还是要寄出关税来惩罚 所以这个是最近的新闻 那甚至有这一个 这一样是法国网络公司法国的新闻 就是川普推动这个对中国更强硬的这个贸易协议 这个我想这个 我们其实已经讲了快一年了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到任何中共可能的出口 那么既然没有出入 中共会怎么做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的这个 失业率节节上升的问题 那么下一段我们再来说明就是说 到底中共在无法突破中美贸易战的这个 得到一个可以让它传口有气的协议 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协议 那中国会怎么做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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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